防災的方式是从小到大 从学校教育一直到社会教育 完整绵绵密密的一个防災教育的这个网络 一直灌输民众正确的防災知识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它每年9月1号就是全民的一个防災日 大家一同来进行演练 它的演练是很实在的 有两个特色 一个它是根据真实的剧本 以地震为例 它就是依照这个地震灾害 潜事图资的分析来进行模拟 另外它讲求公开透明 所以日本的哪里有活断层 哪里有地震灾害 这个模拟结果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知道 这在媒体也公布 所有的教材 包括学生的课本里面都写出来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因为这是大家知的权利 这是日本的 然后另外他们也根据这些教材 经常性的演练 所以我们在311地震的时候 我们看到虽然这么大的灾害 他们的民众在接获 这个灾害通报以后 他们大部分都能够采取正确的 一个避难 应变的作施 所以在这个整个 把整个 我在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和声宣栋梁 在这些维护的 大部分都能够认识 我们在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香港中文教授身體方面 和健康所有的地方 最有關懸念中國的國家 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謝謝吳委員 現在請您委員德虎花園 谢谢观看